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订阅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嵌套路由 咱们上一期讲的是动态路由 对不对 今天咱们在动态路由的基础上 我再给您讲解一下嵌套路由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大家请看 首先说我对嵌套路由的一个定义 怎么写的 这是我的读价 读价 看 嵌套路由是指 大家请看 在动态路由的基础上 怎么样 再加上附加的嵌套URL 即组件 换句话说 在动态路由的基础上 咱们再加一个组件 比如说 大家请看 上期咱们的动态路由是 Player 然后是斜线UID 这个UID是动态的 对不对 是1 12 13 是几都可以 今天咱们在这个URL基础上 再绑定一些其他的路由 或者绑定一些其他的组件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说什么 一个是说在这个路由基础上 再绑定一个Profile Profile什么意思 简介 求员简介 可以吧 接下来又绑定一个Status 这是什么 数据 也就是说 咱们用这个页面 用这个URL来显示 求员的简介信息 用这个URL来显示 求员的数据信息 那么这两个URL 动态的地方是哪个呢 求员ID吗 不同的求员 都会有自己的简介 不同的求员 都会有自己的数据 对不对 OK 这个就叫做嵌头路由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请看 今天咱们知识点 只有一个嵌头路由的使用方法 该怎么用 不是很难 咱们一起来看 马上进入今天的实在显示 大家请看 今天的实在显示 我给你准备了四个文件 哪四个文件 咱们看 一个一个看 首先前两个 前两个是标准的VoE的组件 大家请看 一个叫做Profile组件 一个叫Status组件 一看明了就知道了 对吧 这Profile就绑定了是这个URL 对不对 这个Status绑定了是这个URL 没有问题吧 然后里面呢 分别存放了这两个URL的各自的信息 OK 咱们既然有了两个子组件 该怎么使用 大家请看 要在Rooter下面进行配置 一会儿呢 咱们会看到它的配置方法 最后 咱们配置完了 该怎么使用 在Player里面进行使用 今天咱就这么四个文件 非常简单 那咱们就一个个看啊 为了简化 大家请注意看 我的Profile 还有这个Status 就是这么一行句 就是这么一行 也不是一行 五行代码 但四行是共通的 就这么一行不一样 大家请看 在Profile这个组件里面 我会打印出来 求援简介 外加求援ID 也就是说 一会儿呢 咱们演示时 您在页面中 看上有求援简介四个字的时候 说明咱们进的是这个子路由 如果一会儿 您在这页面中 看到是求援数据的时候 说明咱们进的是 这个Status的子路由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该如何设置 这两个子路由呢 看这个Router下面的Index 首先说 先把它们两个Import进来 这没说了吧 肯定要做的 Import进来之后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是咱们上期动态路由的配置方法 不用动 就这么写 接下来 咱们要做个子路由 Child Child Child是英语中 叫孩子 对吗 孩子 对吧 咱们在Child 但是Child 是个数组 每个数组里面 有什么元素 大家请看 其实就是一个子路由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Child 的第一个元素 叫做Path 这Path传什么 传Profile 这Profile Path Profile 是什么 就这个Profile Path 对不对 U-R OK 然后 这个Profile 它要绑定 什么组件 Player Profile 就是Import进来的 这个Profile 这个变量 这两个是一回事 OK 这样呢 咱们就绑定了一个子路由 或说子组件 另外 咱们还有一个什么 Status 数据 对不对 所以Path 等于Status 然后Component 等于Player Status 绑定了这个组件 没有问题吧 其实这两个组件内容 就这么一句话 对吧 就这么一句话 对不对 OK 接下来 该怎么使用 这个是咱们求援 Player 这个组件 我呢 把上期的这个代码 稍微改写了一下 为了咱们能够使用 这两个子组件 怎么用 大家请看 这个和上期内容 是完全的一样 我只不过用这个URLi 进行了一下分别的显示 接下来 这个地方 我呢 会输出两个A的链接 或者是叫做这个路由的链接 链接什么 一个链接到Profile 一个链接叫Status 没有问题吧 这两个 其实呢 是我新定义的两个变量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这地方 数据 那么这两个变量 有什么值 和Detail呢 是一样 咱们要重新复值 咱们看 主要是Monty的画面出纸化石 或者说页面出纸化石 怎么做 大家请看 ThisProfile 等于什么 咱们路径该怎么写 斜线Player没有问题 然后呢 是这个球员的ID 没有问题 然后再斜线 跟上Profile 换想说 用户点击的时候呢 会链接到这个URLi上去 没问题吧 同时Status也是一样 斜线Player 然后加上UID 加上Status 没有问题吧 它的使用方法呢 和咱们上次用Detail方法一样 那么怎么说 在这个BeforeRouter里面 也要写 这个BeforeRouter是什么意思呢 您看一下我上期视频 就应该能明白 这个地方一定要写两次 OK 这就是这个子路由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吧 好试试 咱们一个个来 首先说 咱们在组件当中 先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Player 我建了 快看 Go 然后里面考上两个路由 一个叫做Profile 最近讲的知识点 可能比较多 所以说可能有点超时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尽量把这个视频缩短些 好 考过来 没有问题吧 然后 Profile里面的代码 就这么五行 其实就是一行 考过来 没有问题 接下来 Thetas 也是任务五行 考过来 没问题吧 OK 咱们两个子组件完成 接下来 编辑路由设定文件 在哪 Looter下面的 Index 对不对 点开 干什么 Import 一定记住 一定记住Import 出业者可能总忘 好 咱们试试 Import 这两个组件 没问题 但是注意 这个要尽量写在这个 U的前面 保持这个格式的一致 好 接下来 干什么 在Player里面 咱们要绑定这个TUJ 孩子们 对不对 考过来 Hello Player 这要加个逗号 别忘了 然后考过来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按理说 我们应该编辑一下 这个Player的组件 但是 在编辑它之前 因为我的讯息比较慢 所以说 我先把它启动起来 因为这个启动 估计需要一分钟 用了一分钟 咱们编辑一下 这Player的组件 好 咱们先打开 这个Player的组件 这个地方 对吧 把它打开 双击打开 OK 然后咱们把这个代码改一下 咱们上期吧 今天是输出下的detail 这个是Json对象 对不对 今天咱们把它详细输出 怎么输出 就这样输出 电微缩内容都烤过去 OK 这样的话 当用户点击简介时 简介渲染的这个Profile组件 会渲染到这个RouterView里面去 当点击数据时 这个数据会渲染到RouterView里面去 OK 接下来咱们编辑一下代码 加上两个属性 我的虚拟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慢 我就装了这个虚拟机插件了 还是慢 没办法 各位要升级要花钱了 好 咱们再考Mount这两个地方 怎么这总是差这么一个 OK 然后还有Before 也是后面这两行 这两行注意一定要考到这个Next前面 对不对 这是交接棒对吧 Next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交接棒 交给下一棒 OK 以上就是我给您准备的搜索代码 咱们看看这个运行起来 没有啊 太棒了 运行起来 那么咱们试一试啊 拷贝这个UIL 然后放到 这是我的官网啊 好 试试啊 Go 大家请看 画面上出现了 是这个默认的是这个Headware了 是Home对不对 当咱们点击库里时 大家注意看 这个是咱们上次取到的详细信息 然后下面呢 又多了两个 简介跟数据 这两个怎么来的 看一下Player组件 这个地方 咱们刚刚写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当咱们点击下的时候 我先不点击啊 我把鼠标放往上 放上之后 咱们看这个屏幕的左下角啊 这个就是说 我点击过去的URL 一个是Profile 一个是Status 数据 对不对 咱们一个个点啊 我先点简介 Go 哎 怎么样 说明什么 简介组件已经生效 换句话说 咱们在以前的页面当中 又嵌透了另外一个VUE的组件 当我点击数据时 没问题吧 数据过来了 当我点击哈登时 没有问题 这是哈登的数据页面 当我点击哈登的简介 你看 取完简介没问题吧 而且是2了 刚才是1对不对 当我点击数据时 取完数据 然后呢 这个也是2 2代表哈登 再回库里 然后再点击简介 取完简介1 数据 没有问题吧 回到Home 都没有问题啊 和咱们想象的是完全的一样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代码了 嵌透路由 可能有一点绕啊 没关系 把我的代码手动敲一遍 不要拷贝 敲完之后 您马上就能够理解 因为我的代码 都是自动手动敲的 对不对 做客件 我是拷贝 当然我都是自动手动敲的 对不对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 今天我的代码 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优酷的供应欄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